今天的腰刀太顶了 今天的腰刀真的是带头大哥 狼队赢下WB晋级总决赛 腰刀变成最有可能拿到首个射手位FMVP的人 韩金亮不言而喻 葛迷尼教练直呼腰刀真的是带头大哥 北升则是瑞平老林小丑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5月5日 KPL胜者组决赛打响 赛前其实更多人看好WB 因为他们的状态看上去要比狼队好 前两局也是证实了这个想法 没想到 WB后面直接被让二追四输掉比赛 最后一局大顺风被翻盘 连把狼队突入巅峰对决的资格都失去了 而这场比赛最吸的选手就是腰刀 个人能力属实是太强了 葛迷尼教练都直呼腰刀真的是带头大哥 随后北升看到老林张狂 直接给出瑞平说他是小丑 因为他的BP太抽象了 全靠选手个人能力支撑 我看见老林张牙舞爪我非常难受 你在张狂什么 你告诉我 虽然今天的比赛赢了 对吧 但我还是觉得你像小丑 不是我真的有的时候搞不懂老林的BP 而且这个狼现在越来越无法预测了 你知道吧 今天的第一局第二局 我现在不说别的 这个第一局第二局打的什么牛马呀 后面四局还好吧 还有就是第六局 我求求你了 第六局你拿了凯 你能不能不要再拿安琪拉张良 我虽然不否认 很多狼的粉丝 有的时候说这个点 给我抬杠说 哎那我们狼打安琪拉张良 没输过或者怎么样 这把不就差了一点吗 这把那是纯纯腰刀C了 对吧 腰刀后期C了 你不要老拿这种奇怪的东西行不行 然后还分析了WB数的原因 乔西成为了突破口 他们重点还是要打上野节奏 下路是扶不起的阿斗 越帮他反而越容易崩 今天的乔西被打成突破口了 几乎是没什么发挥的 然后微博为了管乔西 反而还放弃了自己家中上野的节奏 第一局第二局 虽然微博赢了 但是下路都炸了 他下路都炸了 总的来说 WB输在了手法上面 前两局赢得 就是打上野节奏 下路天然崩 最后一局 同样是子墨的姬小满打开节奏 射手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在感 至于狼队调整速度真快 老林的BP确实比较非常规 但就是能赢 所以让人猜不透 这也是北深会说 老林小丑的原因之一 最后大家觉得 狼队是靠个人能力在赢比赛吗 还是老林的BP起到了大作用吗